由高力科學教育貫收基盤的愛迪生化學學年 今年在雲林科技大學環境安藏衛生館 在教育封造者的牽涉之下 來到口從文國小丁區 保持一個濃厚的學習興趣 那不只是在科學教育方面 也能夠在其他的活動方面 那從文國小其實除了這個科學夏令營之外 在暑期活動我們也安排了很多樣的活動 包括有扯鈴營、直滴營 然後有寫作營等等 我們希望能夠讓孩子有一個很充實 愉快的一個暑假 因為其實現在化學的部分 就是應該來講說生活中有許多部分要注意的 比如說像廁所我們會用到的酸鹼性的部分 就希望他們能在生活中學習一些化學的知識 因為教育對上都是年紀前做的活動 要如何將不簡單別的化學和修學生了解 這群來坐華臺的婚姻科技大學期間 就用出別的華臺方式 說故事的方式讓他們清除圖像的概念之後 然後我們用分組團康的活動 然後讓他們比如說可以敘述一下 這個圖你的印象中有什麼部分 然後這個是可能在哪個部分會出現 從生活的案例直接拉到我們的教材 這樣的話他們比較容易吸收跟了解 另外我們有準備一些像是影片的部分 也是可以直接通過看 或者是我們下午還有動手做的課程 可以直接讓他們親身有點體會 在研究一些怎樣算 什麼讓一些小老人家給一些地殖 不可以讓一些事情 你說這個分類的東西好壞 會負責不負責 我們每次都站在那裡 這個化學變化 讓我們知道什麼東西 南什麼東西會產生負責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了 可以首先去移行 國立科學到由冠航婚林科技大學 學校基盤化學贏做到由服務 並且口大隊上 搖車社區及民餐廳 讓朋友為孩子到大人 對化學有一定程度的實施 也對朋友化學第一時提升有很大的幫助 記得你給我散敞不動